唐醫生 我想問一下 做完LASIK之後 好像眼光會很嚴重 如果做Smile的矯視 我們會不會有光眼症的情況出現 其實我們一般 很多在眼面的手術 都會令到有光眼症 譬如激光矯視 例如戴陰影眼鏡 戴得久了 眼睛會乾 原因是眼面有很多神經線 當你戴眼鏡或做了手術後 會令角膜裡面的神經線出現一些變化 甚至減少了 反應會少了 出淚水的反應會少了 所以同一個反應 將來做完手術後 出來的眼水就會少了 令到白眼光 雷石和Smile衛術 雖然切割方法不同 但不同程度會影響眼光 但亦好看回眼水 我們一般說眼乾會比較乾 一般出現眼乾的情況 是比較早期 即是頭一、兩、三個月 慢慢因為透過自己的適應 就會慢慢改善 所以又不是眼睛做完 會乾得很厲害 但當然我們會跟病人說 如果病人本身已經有一些乾眼症 甚至是嚴重乾眼症 即是有些其他的病 引發到乾眼症的話 這就是做手術 我們會想清楚 是否會做的一個情況 即不是所有的眼睛都適合做 這是其中一個我們會不做的情況 明白了